Kano相機是不少攝影愛好者首選 但未在台中壇子 專制鏡頭的佳能工廠 竟發生重大公安意外 35歲陳姓死者 任職弘星清潔公司領班 今年5月5日和另一名男同事 前往佳能公司壇磁場 進行污泥槽清洗工作 男同事表示 當時死者在污泥槽外 拿水管往潮內沖洗 他則拿抽取管抽取污泥 10分鐘後 男同事為了關水而離開位置 沒想到回來就看見 死者倒臥在近2米深的污泥槽內 他擔心槽內漏電 拿管子救人失敗 趕緊找人幫忙 經過兩天還是搶救不及 旨載報告顯示 純性死者被捕有兩處電擊傷口 污泥槽內還有清潔刷 加上事發污泥槽 純水式抽水馬達電線 又漏電狀況 不幸發生改變 因而休克是在污泥槽內 休克昏倒並吸入污水 以至於呼吸衰竭 引發肾衰竭 我就不知道 因為老闆說沒有交他下去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會下去 我剛才說的 就兩立氣嘛 那就是我吃了要定完的耶 佳能公司以及清潔公司 紛紛表示 清洗污泥槽不需進到槽裡 互推責任的態度 引發家屬不滿 佳能公司他沒有做好一些 罪弱措施 我兒子沒有罪方面的徵兆 他怎麼可以才會去做 那麼危險的工作 那請出費啊 沒辦法走啊 台灣佳能公司副董事長 尊田靜泰透過翻譯表示 感到遺憾 家屬質疑的問題 已交由律師處理 老檢處則表示 雖然清淤不需執照 但兩間公司都沒派人 在現場確保安全 雙方推託未要求進入槽內 死者卻在裡頭被發現 兩間公司都有責任 他沒有於電路上或適當處所 裝設漏電斷路器 這一點 佳能公司違反了 用戶用電設施裝備規則的 59條第八款的規定 佳能被開罰12萬 並涉及刑法過失致死 交由檢方偵辦中 清潔公司則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 最重刑責三年 至於民事賠償家屬與兩間公司協調中 地方中心 台中報導